不是喝水都胖的体质 你是吃了炸鸡巧克力奶酪不丁奶茶可乐 一转眼就全忘了 以为自己只喝了几口水的 全忘体质 哪有 我明明是谁种体质 过一会儿就好 看样子 大家都是一样的体质 握手 不 不 不 王八念经 不听不听 幻觉 这都是幻觉 那姐你骗不了我 好 我刚刚才点的炸鸡外卖 你就跟我说这个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是心里面拼什么 不行 不行 我最早就比我更惨的来拼什么 比我受伤的心 有了 宝霉蛋 胡尔丰 哎呀 胡尔丰你出现的太及时了 上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一直在打电话 我提醒他 师傅 开车的时候就不要打电话了吧 司机说 对不起 然后把车停在一边专心打电话 哇 一心不能二用 没毛病好不好 被司机师傅如此强烈的安全意识感动了 证明人家司机师傅完全把你的话听进去了呀 阿峰啊 司机师傅这样的良苦用心你都没有感受到吗 哎呀 你真要出点什么事啊 哎呦怎么办呀 虽然你是失去了一点时间啊 但是你换来的是安全啊 对不对 能遇上这么好的司机师傅你真是已经很幸运了 就像刘姐她表妹一样能遇上一个如此懂她的老公 那也可以说是想你当的幸运了 表妹刚生了孩子 被退回病房 她虚弱的张了张嘴 她没有发出声音 全家人都面脸相聚 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这时候妹夫在她耳边说了两句话 表妹立刻如释重负 点点头 就没一脸迷茫 妹夫说了 我告诉她 宝宝的照片我已经帮她传到朋友圈了 看样子又一个晒娃狂魔要诞生了 可见朋友圈其实还有一种神奇的功能 没错 就是起伏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了 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嘛 毕竟没有发到朋友圈的事情 就等于没做 没有把宝宝的照片晒到朋友圈 那等于没生意啊 那是样样的啊 朋友们有没有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 谢谢